那在現在東盟的過程當作是會有影響 還是你們覺得不會有影響 因為我想到的是太免邊境太... 寮邊境就是也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他們會發那種 他們也可以用護照進出 但他們會有一個特別的區域 這可以讓你在某幾個省是可以工作 但是你不可以去其他地方 那他們也是可能有時候會當天來回 其實跟新滿當中的情況是很像 可是他就是還有那種特別的東西 但是現在就好像在導入說 例如東盟現在比較一體化 進行一體化進行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那這個對新滿之間會有影響 因為你剛剛... 因為剛剛你講的那個是太寮太免邊境 基本上那個是還有夾雜的工作權的 那但是我這個因為沒有 所以我覺得其實唯一的差別 就是對於老百姓來講唯一的差別 就是過去新加坡的費用變高了 就是這樣 然後那對於單國家跟國家資源來講 就是我們完全的切割 我們沒有什麼曖昧關係 我們就是一個國家跟一個國家了 這樣子 相親性的 對 謝謝 那你剛才說太免什麼 好像... 我沒有印象沒有錯誤 都要記得馬太邊境其實也有一些狀況是 比如說你的身分是哪個州 好像是霹靂州 還是什麼幾個邊境的州 就是你是可以過去某個地方還有限度這樣子 就是說你是不需要護照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是靈異 然後我們就不會有那個... 剛才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都是靈異 然後我們就不會有那個... 去泰國的遊會啊 那這個可能是... 當然東協裡面 他很想要 創造一個議題化 但是說 每個國家跟國之間的那個邊境的處理方 是不一樣的 那... 新馬之間他是 越來越強化他的那個... 欸... 你可以說剛才... 反而強化 可是他有一個事情是 為了貿易而調整過來 是說時間的部分 好像過去他們是差一小時 後來是把他們兩個的... 就是... 時間調... 為了到貿易通常把他們的時間調整 就是統一過來這樣子 有什麼想要問嗎 有什麼想要問嗎 還是小平有什麼想要問 講了再... 就是可以討論看看 那我... 再提一下吧 那你覺得台灣人 會在那邊工作 跟馬來西亞人 會遇到的困境有不一樣 有什麼... 就是你覺得... 你有認識台灣人在新加坡工作嗎 就是... 就是會有什麼... 最近我們有一個... 一個馬來西亞的流台女生 然後他就是... 在這邊認識了一個... 男朋友 然後他男朋友就是... 為愛然後就... 飛到新加坡去跟他工作這樣 就是... 就是他飛到新加坡的工程 就是...對 然後... 他... 你說說台灣人到新加坡工作嗎 就是... 你會覺得薪水... 然後... 然後... 可是他看你是為什麼公司 因為有個是那個... 台灣的公司啊 其實他在... 就像...可能聯電或者什麼的 他其實是... 台灣企業嘛 他在那邊有個公司 啊那個... 完全就不一樣的... 去比較 如果你說台灣人... 自己跑到... 新加坡的企業... 為新加坡... 就是不是廢台灣企業工作的話 那也是... 如果... 不看... 你說不看他的職位嘛 只看他純粹是台灣這件事情 他在... 新加坡的地位... 大概會是怎麼樣 我覺得... 應該會好一點 因為... 因為... 維度比較高的人 就是比較高 我覺得... 應該是... 你自己感覺就是... 那些台灣人到... 新加坡去... 一定覺得... 喔!台灣人耶! 就是... 對啊! 是一斤台一塊 可以賣一百塊耶! 什麼來的! 五十萬在那邊也可以賣很貴耶! 可以賣七八十耶! 怎麼... 我們家飯來這裡買 在家飯也是沒賣 可是好像也不是全部都是做那麼... 嗯... 就是... 薪水這麼高工作的 可是最近也有很多去做什麼... 呃... 幼稚園的那個... 老師還什麼 聽說都滿多的 中文老師 缺中文老師 故事 或者書籍 嗯... 這種... 可能也不一定... 我不曉得 我只是好奇說 就是... 因為最近... 台灣新聞也常常會爆說 很多台灣人在新加坡工作 所以... 因為我去大陸新聞主播啊 新加坡有新聞... 新加坡有新聞主播是... 是台灣人這樣子 美國畢業啦 就是... 以前我很早囉 後來... 美國畢業這樣 外文還不錯這樣 反正... 可能還不會有大陸的處理這樣 就是說... 在新加坡工作 台灣人比較說是... 一定是自願性 我是不是沒有聽過什麼仲介吧 台灣的人 就是仲介過去是沒有 那如果都是白領階級的話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 就是... 因為他們沒有... 台灣人沒有人是在從事 就是這種... 就是藍領的... 比較低潔的工作啊 就是台灣人來就是... 呃... 一定是比較有文化的白領階級的人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就是不會有人去覺得說台灣人在那邊是一個... 就是... 暗亂或者怎麼樣 那像會的馬來西亞人白領 如果到新加坡也是可以... 過得不錯 對...也是可以過得不錯 但是因為... 還是會去... 就是... 去跟說你是馬來西亞... 不會區分新加坡人 會區分... 但是就是... 那是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因為感慨到感慨... 那時候台灣不會有藍領階級的人在新加坡 但是馬來西亞有 就是有安心 就是整體性的 對對對... 對對對... 不好意思... 為什麼只是... 臨死... 臨死... 欸... 大家是不是有點... 很難理解為什麼... 明明這麼近 然後... 每天為什麼要來回上班這樣子 然後又說堵車堵成獎 然後要來回上班 但是... 為什麼不在新加坡出版 就像... 就像可能... 高雄人... 可能在台北工作 也不會每天想要回去高雄啊 就在台北租房子嘛這樣子 可是他會... 因為... 那個... 價錢真的是太貴 就是你在新加坡租的房子 每個月的租金 就是可能可以等於... 在每個月在馬來西亞交代款 一個... 一個房子 就是... 最後你是有那個房子 這也是他們... 選擇說要回去馬來西亞的原因這樣 一間大概... 可能... 你要跟別人分... 就是... 分這組可能... 一間小不小間的房子 在新加坡的話... 這個... 之前的一半吧 大概是... 五百新幣 多少... 六百... 就是一間正常的養房 就是六百塊新幣 六百新幣 六百新幣是多少 就是... 一萬五吧 一萬五... 一萬五... 一個養房就要一萬五 而且你還要跟房東同住 因為他們那邊... 因為到新加坡房子 地都是國家的這樣子啊 多數 然後他其實... 多數住宅都是國宅 然後其實就是說... 你有能力把他們國宅 那你就可能把其中兩個房間... 輸出來給這些... 就是... 馬勞這樣子 然後一個... 一個房間的房租就是... 一萬五台幣這樣子 所以... 你這個... 一萬五你可以繳房蓋啦 就是可以... 就是回去馬來西亞的話 你可能工作隔二十年 你就有一個房子了 你就沒有必要去找 來問你可能忍受這個同情的... 事件嗎 我再確認一個... 事情... 聯邦人是一個親密的成員 對... 對啊... 對... 然後...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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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他們是海峽之品 對... 海峽之品 對... 後來... 後來... 英國人要... 職守 所以快樣子 所以... 那新加坡人罵... 馬來西亞的罵聯邦人 那你們會罵他們什麼 罵什麼 就罵他就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本身... 就是... 就是... 有時候在我們的閒聊... 就是... 嘲諷的語境之下... 可能就是這樣 有點這樣子啦 就... 就是... 你們就是新加坡人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對... 就有一個... 嚇死... 嚇死... 他們的一些... 民族性... 就是... 我們自己覺得... 而且有一個最好笑的事情是... 有一次我... 我報告... 然後我就是... 呃... 就是... 那這個同學說台灣人很喜歡排隊 然後我說... 會嗎?台灣人會喜歡排隊嗎? 那種... 沒有常常看到台灣人常排隊啊 然後我說... 新加坡人還喜歡排隊吧? 這樣說... 可能爬到最後... 你問他... 欸...你在排什麼? 欸...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就是... 你要排隊... 我可以在排隊啊... 對不對...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你們沒有一個詞可以... 罵新加坡人這樣... 這樣就輸很多了... 哈哈哈... 他們可以罵你... 聯邦人... 哈哈哈... 哈哈哈... 沒錯... 哈哈哈... 可以趕快想一個... 傳回去... 哈哈哈... 哈哈哈... 剛剛同學補充說他會罵他們... 滾男大妹... 像... 像... 像交人... 可能就是... 還有這個... 可能是華人族群裡面去罵說他們華語講不好 因為他們後來的那個... 就是年齡國外的華語講不好啊... 所以他們華人很多 可是那個就是用那個... Singrich... 就是用... 新加坡式的英文這樣... 對... 他們可能後來的就是... 在華文的那個教學上面... 就是沒有做很好... 反正去打壓這樣子... 就是用英文... 慢慢偏向英文為主... 所以新加坡人的中文... 比馬來西亞人的中文... 差... 對...絕對... 沒有啊... 不是... 因為... 可能講說...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 對於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完整... 對... 比較好一點... 有比較好的... 當然因為馬來西亞人... 也會有華文教育好也有... 但是整體來看... 就是馬來西亞... 有比較完整的... 華文的... 結構... 的架構這樣子... 所以我真的沒有想要消滅新加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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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從印尼回來... 是不是有點怪怪... 是不是在幫印尼人... 在做什麼計畫這樣子... 哈哈... 是... 你是想把你們... 通通都收到印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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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麻來... 是不是... 類似上大概是... 剛剛獨立的氛圍... 五零... 大概六零年代... 大概就有這種氛圍... 現在好像就比較... 不會這樣子... 就印尼和來西亞... 對對對... 就是那個... 衝突這樣子... 那現在好像就不會再講... 類似的狀況... 對... 對... 好... 那有什麼想要問... 欸... 幾點... 沒有... 好... 那有什麼想要問嗎... 就是說... 不要逼問啦... 這樣可以... 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可以啦... 喔... 然後那可以領錢了... 哈哈... 我們可以敲鐘了... 這樣子... 好... 就是... 小年應該還是就做... 看了也沒有補充... 這樣子... 就是大概... 或者做一個結論也可以這樣子... 嗯... 嗯... 做個結尾... 好... 我來做個結尾... 看... 我來做個結尾... 不用不用... 做個結尾... 你主持人做結尾就可以啦... 喔... 沒有... 那講者還是要講一下嘛... 不然好像有點沒有收尾... 等一下我還是會收尾一下... 哈哈... 很愛講... 哈哈... 其實... 就是剛剛聽看... 就是慢慢透露出他的家庭... 的那個... 在新加坡的那個關係... 然後我就覺得... 我家跟他真的很像... 就是連我爸媽... 就我媽以前是... 那個工廠... 就是女工... 然後也是在新加坡想... 所以愛情故事都很像... 就是說... 就是過去可能... 就是... 我... 華人族群... 就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這個樣子... 開始就是... 很多的那個... 共同的... 那個... 可能經驗啦... 生命的那種... 那到現在的那個... 變化我也還在... 觀察中... 就是... 到現在就是... 身邊的朋友其實就是... 可能以前你會講說... 他們沒有念很多書教育說... 我們必須跑到... 就是... 其他地方去找一段工作... 但是到現在就是... 我們就算... 就是... 走到大學畢業... 碩士畢業怎麼樣... 你怎樣... 你回去... 你還是要跑到新加坡去工作當他們... 就是... 就是... 這個狀況是一直沒有改變... 然後那個橋也是從以前塞... 然後現在越來越短... 然後... 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一個... 呃... 如果你想說一個... 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下... 去... 單單從資本主義邏輯下去想的話... 啊... 你... 這全都是你的勞動力耶... 你怎麼把他們卡在你的橋上... 這樣子... 就是想說... 為什麼這樣子... 就是... 不是應該把那個橋弄更寬... 啊... 這樣... 然後... 那你的勞動力可以很順... 這樣子... 這樣你的東西會做更快啊... 什麼這樣... 可是其實也不能只是單單的... 你從這個... 資本主義邏輯之下... 去考慮這件事情啊... 但是... 當你資本主義邏輯跟... 國族主義的那個... 交融在一起之後... 變得非常複雜... 恐怖的面貌... 大概就是... 這樣子會維持幾十年... 然後可能未來... 會再繼續下去... 好... 好絕望的座談... 好絕望的座談... 小林用一個裸命... 這樣子在講... 以前是過去用過這個... 可是後來發現很多問題... 就是沒有在用... 這是我的... 你絕望的結尾...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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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然後也不想... 今天也不想你講太多... 但是就是... 這一場... 其實我跟想你很多... 可以對話... 然後我們... 很常閃耀的聊起... 然後而且... 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好像... 我們應該是... 因為這本... 就是要打輸這樣子... 對... 然後反正... 我帶來齁... 有啦... 這本好像有啦... 新... 新興關係啊... 然後我自己有PO過給你... 欸... 對啊... 欸... 對對對... 然後就是... 欸... 這本書還是要打輸一下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在這邊翻閱... 然後... 也可以跟書店借我... 是... 到檀查書店去買... 那... 我可以想你其實還蠻妙... 就是... 其實剛好... 是因為... 這本書... 然後才... 然後... 我們還開啟了... 我們今天... 要講的事情... 可能我們... 沒有很完備... 可是... 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可以... 這麼多的資料... 可以去談... 然後... 就是說... 跟剛剛我講了一些... 比較不好的回憶喔... 就是說... 那種... 被人欺負... 明明長得那麼大... 還被... 就是被人欺負... 就是... 那麼... 然後... 可是就是... 欸... 我還是想講說... 過去其實... 剛才講... 整個消費的事情... 其實... 不一定是指教喔... 就是說... 在過去的年代... 欸... 這本書裡面有寫... 那個... 比較久遠... 跟現在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 其實不是... 新加坡人到... 到... 馬來西亞去購物這樣... 其實... 很常時候... 因為新加坡做一個自由港... 其實還蠻多... 不同的消費產品... 其實蠻... 而且... 那時候匯率差... 也沒有過大概是... 1比1.2的時候... 大概... 還是很多馬來西亞人... 其實搞不好會... 然後... 去從... 新加坡帶... 就是買一些零食啊... 什麼商品啊... 水果啊... 之類的樣子... 然後到馬來西亞去... 甚至你看... 現在我們... 有點... 就是... 笑說什麼... 不是一些... 人是幫忙在港... 中港之... 中港之間... 就是... 帶那個奶粉這樣... 這種... 在以前... 就是... 在新馬街... 是很... 有人專門做這樣的工作... 專門把新加坡的... 食物... 然後帶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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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代購到馬來西亞去這樣... 可是現在這個年代... 好像... 就突然間... 有點... 改變... 所以... 我們好像有一點... 呃... 沒有很完整... 去抓這個改變... 然後... 這個事情也變得很快... 然後... 其實現在新加坡還有很多很多變化... 比如說現在越來越多... 呃... 種子... 進入到裡面... 打到... 種子大台灣就是... 一...兩樣子... 對對對... 好... 我不要太過邪惡的話... 反正它就是一個紙本... 然後它就是... 就是... 呃... 在裡面... 就是建了很多房子什麼... 然後也跟... 這個... 洪建的蘇丹的力量... 進行很多合作... 它本身也是一個建商... 就是蘇丹是一個建商... 那... 那個... 然後... 呃... 呃... 我剛才沒有發錯音... 哈哈... 對不起... 不然我蘇丹... 不要害我... 我要回去... 哈哈... 然後那個... 對... 然後這件事情可能... 我們還是很需要更多的座場去做... 更多的討論... 那我以前只是講一個很... 很單一...很... 很微小一塊... 然後就是再講說... 馬來西亞到新加坡... 工作這個... 呃... 勞動的層面... 然後或者它... 像你剛才提出很多... 就是... 可能過去我沒有思考過一些空間的... 的思考這樣子... 那... 欸... 這本書... 是... 其中一個作者是我學長... 然後... 其中一個是當地滿出名的... 主播叫陳家榮這樣子... 然後他年輕的時候寫的... 然後後來我跟我學長拉書... 我學長是最右邊那個... 搞不好現在看直播... 然後... 他就跟我說... 欸... 其實還是寫一個很普通的... 就是寫一個很雅俗共產的書這樣子... 那... 可能過後要做一個... 那怎麼做一個... 就是一個更加有學術厚度的... 是一個更加... 呃... 精密的那個... 心心關係一件事情呢... 那... 可能就是我們之後要去... 就是要去完成的功課... 那當然... 就是剛剛... 會... 會一下又收到零食... 是因為就是... 過去還是有一些... 滿快樂的成分... 其實是... 欸... 我媽媽... 因為... 就是在我工作也帶滿多的零食耶... 所以... 可能對我來說... 有一種狀況是說... 可能... 到... 新加坡... 對我來說... 可能是一個... 比較黑暗... 層面是我長大的時候的事情... 所以... 嗯... 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 然後... 大家可以... 就是... 繼續關注我們的... 那個... 那個... 就是... 他至少會講一個很久遠... 然後... 也沒有久遠... 大概是十幾年... 然後這個... 在... 在... 他們是... 大家是怎麼互動... 然後大家是... 怎麼樣互相的去看... 然後... 怎麼樣去思考... 那個問題... 當然現在事情... 呃... 因為選舉化... 然後... 一個月的零食進來... 複雜了... 但是... 我覺得一些事情... 好像一直都沒有改變... 然後... 我們可以... 慢慢的把它做得更好... 好... 今天今晚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CHRIS Derappe... he... 谢谢大家